这个月八号台中一名男子酒驾后违规左转 将台中二中张姓学生撞成重伤 针对酒驾事故频传 交通部发布新规定 未领驾照 领照未满两年 各类职业驾驶人 酒册规定从零点二五下修到零点一五毫克 明年元旦上路 如果效果良好 不排除阔籍所有驾驶人 酒精这个玲珑轮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这个目标 交通部以往有召开过这个专家学者的一个会议 大家是认为说比较适宜 采这个进进的方式来做这个就是推动 而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也出审通过 酒驾罚环上限从六万调到九万 五年内第二次以上酒驾违规者 直接罚九万并吊销驾照三年内不得再考 如果拒绝酒册不但开罚九万 警方更可以当场扣车 立委认为不止酒册标准更严格下修 到家中处罚更要加强宣导 采取严格的标准或刑罚家中的话 那事实上也没有办法让那个酒驾的 那个案件减少 反而是一直在增加 所以不仅是从修法方面 还从教育上去宣导 交通部指出酒驾除了涉及行政法之外 如果致人于死或受伤 更有刑事责任 内政部目前也在研拟刑法修正案 加重酒驾肇事的刑度 希望能避免悲剧再度发生 记者环如庄志诚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